王牌家族最不想曝光的那一张照片是 那张必须要劈一下 给这么没有负担的人都造成了压力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 此时此刻还让我们如坐针毡来 栏目组挖空了心思 找到了一些大家特别不想公开和回忆起来的 角色照片 第一张 一看好像就是关小童了 你这个发型当时是不是还引起过热议 就说是那个缝纫机 挺像 你拍这个戏走路会不自觉地就往一边偏 要落枕 落枕 就是颈椎不好 那个时代的路只有往左拐 好 来看看还有谁的 走得很帅气啊 他这个视频有个名字 叫做卖出二五八万的步伐 台上还是跟私下不太一样 就台上会比较 夸张一些是吧 会夸张一些 因为场子太大了 对对对 在那个氛围里就来了 还有谁的照片 这是谁和谁啊 太性感了这 你看成哥搂得那么认真 对 不知道屁一下吗 也不行 还有这样的记忆呢 你们俩 不是 你是我的眼 演的关系是 关系是邻居 好朋友 好朋友 完了之后我俩就 有点闹心事 喝多了 晚来就拧着在一起 睡觉了 一睁眼睛 怎么这个这个 单放这张照片就会 感觉很有故事 我俩非常清白 还有谁的 这位姑娘 这个是新演舞里面的女主 姐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美 在我身边 这装扮觉得 挺挺美的 挺美的 挺美的 我漂亮吗 还有谁的照片 老强吧 这是拍《士兵突击》的时候 有一场是刚到 这是新兵嘛 像是一个投降的动作 所以被连长给看到了一场 最必然看到就是这个 你把手放下 你干什么呢你 你以为自己很幽默 《士兵突击》是哪年的戏了 《士兵突击》是 2006年 14年了 小宋啊 2006年的《士兵突击》 可曾看过呀 没有 但是我听我爸说过 我爸特别喜欢王保强老师 就是演的那个徐三多的形象 谢谢 想不想看看你保强叔 当年的英姿 想 这样今天保强也来了 让小宋也看一看 许三多 好啊 到底什么样 太好了太好了 好不好 换军装衣服啊 那我先去换衣服 去吧 你们贴着凉 等你 我们等你 报告 我是钢区脸 第4956个兵 钢区脸 徐三多报道 钢区脸 第4956个兵 钢区脸 钢区脸 徐三多报道 钢匠钢区脸 钢区脸 钢区脸 努力 是 是這勁 是這勁 在穿上感覺怎麼樣 穿上這俊裝確實感覺 就一下子回到十幾年前了 很熟悉 對 當時拍《士兵突擊》之前的時候 也有在部隊體驗生活 所以也跟著去早起嗎 早起 踢正步 卡就這樣 你教一下小宋 你別光自己踢 他對你的這個崇敬之情 異於言表 小宋 學一個 小宋 學一個 立正 聽起來啊 上去 立正 好 預備 正步 走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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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經典台詞是 經典台詞就是 鋼鐵的戰士 鋼鐵漢 鋼鐵的戰士 鋼鐵漢 鋼鐵漢 對 鐵漢為國 報家圓 好 謝謝 謝謝 十五年前 一群青年演員走入軍營 與坦克為武和沙塵作伴 如新兵般開始魔鬼訓練 當時的他們也許不知道 自己正在締造一部經典 2006年 純爺們劇士兵突擊橫空出世 已經播出 首播當日創下收視之最 被稱為中國現代歷史背景下 最好的軍旅劇 報告 我是鋼鐵漢 你四千九百五十六個兵 我就是一個兵 不好不壞 不高不低的一個兵 你這個人 先天條件太差 所以你的努力 你得在這軍營裡面好好幹 你應該是個強人 穿上一副熊樣 士兵許三舟 林鄭 快點 他不想走 我不比任何人差 誰也不會再想教你 你說好了你不知道 為什麼要騙我 對呀 你想拖住我啊 士大作 別再讓你爸叫你鬼兒子 放棄了你自己 拋棄了我們 你覺得你現在活得 會不會很幸福嗎 可我現在不想走了 不拋棄也不放棄 所以我們就叫張希臉 人家活下去 總得爬起來 不拋棄 不放棄 不拋棄 不拋棄不放棄 別再從腦筋開始 人又是在找人家 我要了 你就得給我爭空氣 你玩了命 班長就得陪著你玩命 別分了日子 小心讓日子把你們給混 想搖和得到 之間還有兩個字 那就是要捉到 要好好活 要做有意義的事 就有意義的事 就是好好活 無數青年人的軍旅夢想 因他開啟 我們見證了許三多 執著堅韌 把平凡的自己活成了傳奇 他讓我們相信 每個平凡的人都可以成為 閃耀的自己 許三多 許三多 人多 人多 列兵許三多 到 到 到 列兵許三多 向後 轉 列兵許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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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後 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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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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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让我欢迎一下 士兵突击剧组 这 很多 欢迎好 我是钢琴连指导员 红星国的扮演者 朱石春 也是本剧的副导演 七零二团三十七零 指导员红星国八道 谢谢 欢迎朱石春老师 三组 咱们连一般都是老摩尔当坑主 你来了 我都不是老摩尔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佐藤云 士兵突击里 绝情坑主白铁军的扮演者 欢迎佐藤云老师 三组 笑我三组 记住 一定要笑 好 大家好 我是钢琴连 甘晓宁的扮演者 李博 欢迎李博 不要再 混日子了 小心让日子 把你们给混了 大家好 我是 草原舞班 老马班长的扮演者 演员 范雷 欢迎范雷老师 许木博 做人啊 不能老是朝下看 也得时不时的 朝上上看 大家好 我是卖艺不卖身的老魏的扮演者 演员刘天佐 欢迎刘天佐 徐坦路 从武班到团队 这是个机会 这个机会有多难多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草原舞班 非常爱吃毛衣的 薛林的扮演者 张滨海 大家好 我是机翼连连长 老邀的扮演者 贾伟 你是有大志 我就看看 你要是没被选上的话 怎么回来 欢迎范雷老师 保强这会儿 也得带着身份 再介绍一点自己吧 我今天 给我说 让我好好活 我班长 给我说 让我做 有意义的事 好好活 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的事 就是好好活 不抛弃 不放弃 所以我们才是更青年 好 瞬间回到了十五年前 可能你们当海当中 都是当时拍摄时候的样子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时拍摄时候发生过的 值得被我们记着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这个剧组 最累的一个就是保强一个人 保强在我们拍这部戏的时候 请过一天假 好 干嘛去了 体力透支太厉害了 对 我知道 有一天是拍 就是选拔 选拔赛的时候 我跟兴家动在水里边 也要从这边游过去那个岸 从一早起开始拍 拍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眼里眼里就不行了 眼睛都直了 下沉了 就行 哭 不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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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家动还在说词呢 怎么会让你 兴家动 咖啥就帮我 赶紧过来 就是叫那个船直接过去捞上来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 我们去调查过 说你们对哪些镜头印象比较深 很多人提到了其中一个镜头 腹部绕杠 是绕了多少 三百多下 三百三十三个 三百三十三 是真绕吗 要绕那么多吗 这个腹部绕杠 也是绕了很长时间的 但是我拍的时候就没停 有绕了有几十个 几十个之后 手都已经破了 那时候确实年轻 不得不说体力真好 那时候咱也是小鲜肉一杯 这小子是拍戏是玩命的